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现在来讲一个网络行销最简单的做法 其实就是一句话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如果你不想要学习太多的网络行销的技术 工程、驾站、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 电脑、操作等等 那我们只要学一些比较少的技术 比如说用LINE或者是用电脑版本的LINE来操作 做行销其实就够了 那就是终归一句话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重复做哪些事呢 就是重复做提供价值给你的粉丝这件事 然后偶尔再提供一些优惠方案 让他们去购买这样子就好了 好那说的很简单那如何做呢 我现在先来示范从电脑里面来操作这个LINE 那我相信从之前如果你从一个多月两个月前 开始关注我在交这个LINE的课程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我的这个好友数啊 从那时候只有小猫两三只不到不到十位不到十位数的数值到现在 现在是4月8号了已经有756个粉丝 那我持续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天发一篇文章 那我做的事情呢比较难一点就是我发的不只是文章 我还有发图片跟影片 那如果你是初学者呢 我不会建议你一开始跟我做一样的事情 因为影片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一种门槛 那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 我本身技术能力已经比较足够了 所以我会做比较复杂的事情 但是我一刚开始当然不是做这么复杂的事情 我一刚开始一定是只发文章 比如说以前我写部落格 我就只纯粹写文字 那再配上图片 那影片呢是因为后来YouTube盛行之后啊 那我们才会去做影片 然后上传到YouTube 所以它的流程又多了比较多 可是刚开始呢其实你可以上传图片 还有文字就可以了 那因为现在LINE又很流行嘛 台湾目前LINE是全国居冠冠军啊 使用率是冠军 远胜于Facebook脸书 那很多比较年龄稍微大一点的 的那个长辈呢 他们也在用LINE 所以他们不用脸书 但是他们用LINE 所以你可以行销的话 的范围又更广了 年龄层又更大了 甚至更小的小朋友 他们也会用LINE 所以LINE是很好的行销工具 那我在每天发布讯息的时候呢 我就会用这个方法 比如说我现在登录这个LINE的后台 每个人都可以申请一个LINE AT的生活圈 然后登录后台之后呢 就撰写新讯息 那撰写新讯息的时候 你就只要选择这个立即传送 或者是你可以排成 比如说你排晚上的 像我自己都是排晚上8点 就是20点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贴一段文字 然后这个文字 我刚已经复制好 就直接把它贴上来 然后我再贴张照片 这个照片 把你自己照片上传上去 比如说这个照片上传上去 就这样 然后排成晚上8点的时候 我再按传送 确定 确定 就这样 那这边呢 可以去 预览一下 怎么预览呢 就点一下刚刚设定的 好 点一下刚刚设定的 这个编写新讯息的地方 按这个预览键 按下预览 好 这个就是对方的手机 对方的LINE收到的讯息的时候 就会长这样子 那我本身因为有做影片嘛 所以我又多了一个连结 好 连到我的部落格去 好 这是我个人的部落格 那部落格免费嘛 所以其实你们可以去申请一个部落格 不管 不管哪一家部落格 其实都可以 只是我会申请国外的部落格 是因为 国外的部落格比较不容易倒战 比较不会像雅虎奇摩啊 或者是无名小站这样子的说倒就倒 因为他们这个像我在这个 wordpress.com这边申请 他们的官方部落格 有支援一些付费机制 譬如说我要拿掉广告 我要付多少钱 我要换上自己的domain name 自己的网址 专属网址 我要多少钱 或者是我要加大空间 我要再付多少钱等等 那目前我都没有付费 我都是用免费的方式 那因为他们有那些付费的机制 所以我觉得他比较不可能会倒战 了不起就是以后免费改付费嘛 那我就付费就好了 那因为这个部落格 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所以我觉得他蛮稳定的 都没有当机过 几乎都没有当机过 所以我蛮喜欢这个部落格的 你们也可以去申请 就是wordpress.com 就可以去申请免费的部落格 好那假设你没有像我一样 有这个部落格 也不会做影片 也不懂我怎么上传影片的话呢 那你很简单 你也不需要部落格了 你就纯粹用line就好了 那你就写文字 然后再给一张图片 然后每天固定做这件事情 每天固定做这件事情 那你的粉丝 像我的粉丝像有756个嘛 那他们我每天发一部发布一篇 他们每天就会收到一篇 就这样 那久而久之呢 他们习惯了你发的文章 也觉得你发的文章 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那他们久而久之 就跟你建立了信任关系 而且他们相信你的专业 就是这样子就可以经营了 这是简单的事情 重复做最好的示范 我因为这样子做呢 我的粉丝数也越来越多 因为我会应用一些其他 请他们这些粉丝去转传我的讯息 他们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呢 他可以推荐给他的朋友 或者是我会做活动 就是你们帮我转发 转推荐我的账号呢 我会送给你们什么样子的教学影片赠品 就这样子慢慢让我的粉丝数扩大 所以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这是网络行销最简单最简单 但是它非常非常有效的方法 你可以不用追求太多技术的东西 你只要照我讲的这个方式去做 它真的非常简单就可以达成 那再来一个是投稿到主页 刚刚是撰写新讯息是群发给所有的粉丝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个投稿制主页呢 就是LINE的动态消息 LINE的动态消息 所以一样你可以在这边 投稿制主页的地方 然后去按文字 把文字写上去 然后照片 这个投稿制主页的照片可以很多张 照片可以很多张 我目前先选一张就好了 好然后按传送 这个时候我先设一下晚上的时间 你可以设排成我觉得很方便 所以我每天都可以早上先把晚上排好 因为我怕晚上可能有事情会外出 或者是去做其他事情忘记了 所以我当天早上就会把这一天 或者是当天下午有空的时间 我就会把今天的要PO出去的文章先写好 然后按传送 排成之后按传送就好了 按确定 好这时候呢 一样你可以去 为什么有两篇呢 因为我刚刚写好一篇了 然后 我现在是在录这个示范 所以 又有一篇 一模一样的 不管 按一下预览键 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在动态消息会展示的 好那这个网址呢 它会变成超连结 所以你的 你的那个粉丝 他们是可以用手机一点就连过去那个网站的 如果你们没有部落格没关系 你就有文字跟图片 每天做这件事情就好了 当然如果你要学更进阶就是要怎么去做部落格啊 怎么样去做网站啊 或是 怎么去做这个 Line的更进一步的应用 或怎么样去收集大量的粉丝啊 这些在网络行销的懒人包里面都有 都有教学 那网络行销懒人包呢 它是一个四大 四大软体教学的组合 它可以完整的教你一些初学入门 入门的网络行销的初学者 你们可以学到非常非常多正确的 技术和简单的方法 去达到你想做行销的这些需求 那我每天晚上的八点档的课程呢 主要都是提供你观念 因为它没有办法带到那个电脑画面操作技术 我大部分讲的都是观念 只要你观念都通了 这些观念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 只要你观念通了 你就会知道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技术 来学习 这样去帮助你将来辅助你本身的事业 去让它成长的更快 在网络上找到陌生的客户 所以观念一定要先通 所以为什么我会把这些观念免费的录制给大家看 就是我收到太多太多人问的一些问题 然后甚至他们看到很片面的网络行销的知识 他们就会问一些很很跟网络行销很偏差的问题 比如说常常会听到问我说 你觉得这个工具有没有效 然后这个LINE工具大量发广告 大量加好友这个有没有效 或者是大量发送电子邮件 或者是流奶爸你又没有在卖名单 你又没有卖那个几万笔几十万笔名单 这些都是很偏差的观念 那当然我这边有名单 我以前也买过名单 就是我甚至有大陆几十万笔的名单 但是我从来没有发过 我不敢乱发 所以其实这些都不是一个网络行销正确观念 正确观念是你要先提供有价值的东西 然后提供你的专业 让人家知道你到底会什么 你的专业到底能够帮助对方什么 那对方是被你吸引而来的 而不是你去乱发广告信 去乱加好友 去乱发那些买来的名单 因为那些会变成垃圾 会导致你自我品牌的毁灭 他们会觉得你这是什么东西 乱发东西给人家 因为不需要的人收到就会觉得是垃圾 那需要的人收到他也不爽跟你下单 我这是潜显易懂的道理 你今天就算你今天想要 想要想要一个健身课程好了 那你收到一个传单 马路上如果收到一个传单 他发给你是健身课程 你看了那时候你会觉得 还不错这个资讯都有用 你还不会那么排斥 但是如果你今天收到 收到一个什么早餐店的广告 可是那早餐店的东西不是你喜欢吃的 你就会觉得这个浪费你的时间 看都不会想看对不对 那网络行销就是这样子嘛 你收到一个你不想要的讯息 那你当然会很讨厌嘛 那浪费你的时间去看他 那即使说这个讯息是你需要的 可是他发来的那个人你根本就不认识 他是因为透过垃圾讯息发过来的 你根本就不认识 那你对他没有信任感的条件之下 这种状况下 其实你也不容易向他购买东西 你只是看了知道了 这个可能这个讯息你知道了 可是你不见得跟他买 所以那你干嘛发垃圾邮件呢 乱枪打鸟嘛 浪费资源 而且毁灭你的品牌形象 这是非常不好的行为啊 所以网络行销懒人包呢 很建议大家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我会建议你加入我网络行销懒人包的会员 我会提供LINE的群组 让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学习 有问题的时候呢 你透过线上影片看完之后呢 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群组里面提问 我随时都会提供你解答 你随时都可以问 只要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去找资源来给你 帮你回答相关的问题 让你在网络行销这条路上呢 可以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 不会跌跌撞撞 然后买了一大堆很贵好几万的课程 学完之后你又不晓得 又学不会 学不会之后 你就很很沮丧嘛 对不对 因为有的人他学好几万的课程 结果是蛮艰难的技术课程 那他本身观念还没有搞懂 就学习很多专业的很专业的技术课程 然后学完之后也不会用 那一旦你不熟悉 你不太会用 你就不会想用啊 那你花了那几万块就白花了 对不对 而且你学如果是技术课程 那你隔了几年之后 你再回来看 哇那个技术又翻新了 可能又要重缴一次学费 再缴一次学费 要再学习一次新的技术的课程 那不是很累吗 所以你观念先搞懂 然后先从最简单的 网络行销蓝人包 是最简单的入门方式 最简单的架站 架网站的方式 那最简单的line的行销方式 都会教给你 用用这些工具 然后学习这些观念 久而久之呢 你慢慢学 有问题就发问 就像好像一个顾问一样 你去哪边请一个 请一个顾问 只要花 花这么少一点钱 因为网络行销蓝人包 我预计是卖29800 那4月30号以前卖19800 那特会期间呢 我会卖到9900 这个价格是每个礼拜都会调涨 每个礼拜都会调涨的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赶快跟我联络 我会给你一个优惠价格 优惠价格 那9900目前是优惠价的底线 那如果呢 你现在没有购买的话 那将来每个礼拜都至少调涨 100块的状况下 你买价格是会稍微高一点 稍微高一点这样 那等到你有需求的时候再来买 那时候价格就越来越高 那4月30号之后 可能就 我就马上就占回29800 所以如果你觉得真的你有需求的话呢 我愿意提供这个帮助给你 加入我的LINE的社群 我就可以帮你解答这些问题 谢谢 你收拾些什么 我会给你解答 因此 谢谢 小松 那 我